嗨 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又要來玩這款遊戲 密室解碼牽斗命運的35道謎團 上次我們解了兩道謎題了 今天打算再來解兩道 但其實第三、第四道謎題 我也跟魔王城的會員們一起玩過了 不過我們玩的過程錄影的時候出了點差錯 所以沒有把會員們的聲音給錄進去 今天我打算自己一個人再重玩一次這個部分 那希望我還記得怎麼過關 那我們就從第三關消失這邊開始吧 好混難 這裡是哪裡 喔 牆上寫了一些字 好陌生的地方 周圍都被柵欄包圍起來了 看來我是被關在像是地下牢房的地方了 好窄喔 頭好昏啊 這是為什麼 想不起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試著活動一下身體 但好像沒有哪裡有受傷 又來了 沒錯 父親失蹤後的這一年來 屢次發生像這樣的事情 當然我也認為這應該和父親的失蹤有一些關聯 難道說父親也和我一樣被監禁在哪裡嗎 但我實在是不明白犯人監禁我的目的是什麼 之前的事件發生以來 我為了保險起見 便把父親留下來的鑰匙放在家裡保管 我身上似乎也沒東西被偷 總之 現在就努力想辦法逃離這裡吧 這個主角真的是從頭到尾一直被打暈 然後就被關起來 好喔 牆上寫的是什麼 EWSN 能看見牢房對面貼一張紙 從這裡只能看到上面寫了 NSEW 為什麼 他唸的順序要跟這個不一樣 不是應該正常是從上面唸下來嗎 EWSN 他為什麼是NSEW 這個順序不對吧 就這樣子 你不能稍微測一下看他寫什麼嗎 很麻煩 地上有東西 取得就有錢幣 上面寫著W 有錢幣 該不會翻過來是M吧 還是W 好喔 來看一下有什麼 這個應該是鎖吧 似乎被上鎖了 沒辦法打開 喔 可以靠近看 這就是鎖吧 是鎖頭 沒有鑰匙 可打不開 這邊還有一個箱子 它在E跟牆上的EWSN 是一樣的吧 這個釘子也可以調查嗎 喔 居然可以拿得下來 生鏽的釘子 前端相當尖銳 可以用它來開鎖嗎 待會來試一下 我們再調查一下好了 呃 這個 看得到隔壁的牢房 大小合五這邊差不多吧 因為柵欄的關係看不太清楚 天啊 這麼小啊 被關在這麼小的地方 布袋 這是又舊又髒的甘草鋪墊 喔 欸 不能調查嗎 下面 蓋的什麼東西 屍體嗎 欸 不能調查嗎 下面感覺就有東西啊 喔 可以欸 哇嗚 骷顱頭 屍體有人死在這裡嗎 這令人毛骨悚然 骷顱頭可以調查嗎 就是這樣子嗎 喔 有有 有 喔 太好了 下面又有一個錢幣 這邊寫了一個 這邊有個東西欸 可不能調查 嗯 這邊也有一塊板子寫著2 那是什麼 喔 剛剛這樣切換畫面的時候好像看到這根柱子後面有個什麼東西 欸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嗎 喔 我要怎麼點到它 我要怎麼點到它 這個位置嗎 嘿 點點點點點點 我要用連點 沒辦法連點嗎 從這邊看不到嗎 喔 有 有 有 這邊看得到了 被柱子擋住拿不到 這柱子可以拆嗎 喔 居然拆下來了 哈哈哈哈哈哈 算上半身似乎鑽的過去 但好像會被卡住了 因為太窄了 耶 我們拿到這個了 好舊的鑰匙啊 那這個呢 寫了1的木牌 好 它說這個前端好像卡住了嘛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來跟它 嗯 好像不行欸 我以為可以組合起來的 我們來看看那個釘子能不能 拿來開這個鎖 沒有鑰匙一個打不開 來 鑰匙裝備一下 鑰匙轉不動 果然是因為有缺損的關係嗎 我們再裝備這個 設定 游標速度 來個快一點好了 這游標真的是有夠慢的 好像也沒快到的 是這樣子用的啊 打開了耶 太好了太好了 那我要怎麼開門 耶 喔 地上 喔 那是掉下來的鎖嗎 這是什麼 上面寫的 這是4是不是 翻過來 好 我們現在可以看這邊 欸 為什麼沒有任何東西 我要看那海報啊 我們先看一下 喔 這邊地上有一塊板子 先撿起來 破損了木板 看起來沒什麼用處 這木板看起來是要寫什麼 寫5嗎 喔 個小洞看起來也是鑰匙孔 但卻是個細長型的洞 除了鑰匙還有其他東西能插進去嗎 這看起來就是要投幣嘛 對不對 我們來試一下 上鎖打不開 可以放進去耶 鎖好像還是打不開 可是就拿不回來了 所以要投代幣兩枚嗎 請投兩枚代幣 還是打不開 該不會附近還有 還有代幣沒撿到啊 這是剛才打開的鎖 看沒有其他用處 喔 這邊又有一枚代幣 等一下 然後撿一下嗎 上面寫W 太好了 這邊寫的E E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邊有三根木頭都寫E 為什麼會有這個試點 這裡有什麼可疑的東西嗎 這個試點好像 欸 這一根是什麼 這個試點好像 看不出來這個牢房有什麼 總之呢 我們再頭一枚代幣進去 還是打不開 真的假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NN 鋼叉 不能拿嗎 就是鋼叉 不能拿 NN NNN 喔 這個是門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拿一下 這個是不是可以拿 這個 這一塊 耶 寫著2 所以我們有1 2 4 5 還缺一個3是不是 它會用在哪裡呢 等一下 這邊有東西嗎 這個沒有任何東西喔 好喔 那個箱子打不開 我們來看一下這上面寫什麼 S是1的意思 然後EWN後面都被劃掉了 所以這是什麼 等一下 我要點門 S S 那我有 喔 有1耶 1的牌子 S S是1嘛 點這裡嗎 喔 是這樣子用的 這是鑰匙 N有兩個對不對 剛才那個剛插上面 所以這個2應該是N 我猜 有兩個N 無法順利插入鑰匙 為什麼 我猜錯了嗎 我猜錯了嗎 等一下喔 2沒辦法裝在N上面 喔 可是可以裝在1跟W上面 嗯 為什麼 稍等一下喔 N不是2嗎 那我還有什麼東西還沒解 這還有一個錢幣嗎 一定要投到那箱子裡 它這邊有兩個N啊 所以我以為N是 有兩個 1有3 3個1嘛 對對對 那我這邊 啊 可是我沒有 3的牌子 所以 嗯 等一下喔 我們再進 回去一下 喔 這裡也有一個1 對 我就記得這邊也有寫一個 所以1應該總共有4個 有4個1 嗯? 嗯? 這是可以拿的嗎? 反正不行 1有4個 所以我們應該把4這個牌子 裝在上面 然後呢 這個牌子 它只剩一半 所以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半 應該要找 W是錢幣的意思吧 是不是 錢幣 錢幣剛才已經投了3個 所以如果這個真的是5的話 如果真的是5的話 那箱子裡面裝的該不會是 另外一半的 這是另外一半的木頭 我覺得我的推理應該是對的 但是現在就是找不到錢幣在哪裡 所以我剛剛已經投3沒進去的話 應該還有兩枚硬幣 藏在這邊 所以我剛才從另外一邊看沒有看錯 那真的是錢幣 racist 裝備 丟進去 還是打不開 所以W真的有五個 真的有五枚錢幣 好像夾著什麼東西 原來 那 這個跟這個可以拼起來嗎 那這樣子我2可以放到N那邊去了 要調查一下 果然要調查才有辦法 拼起來了 裝備 這樣子 說解開了 我們雖然沒找到第五枚硬幣 但解開就算啦 YA 太好了 從老朽的廢墟逃出後來到了鳥無人煙的森林小境 我花了將近三小時在走到山腳下的小鎮 三小時欸 太遠了吧 我發現這邊離我住的小鎮坐電車要花兩個小時車程 天啊 他連怎麼到那邊的都不知道 究竟是誰 又到底 又到市底 又到市底為了什麼目的 這是不是字打錯了 字幕族的 又到底是為了什麼目的把我關在那種地方呢 回到家中 發現書桌上的電腦是開著的 我確定出門前有先關機的書喔 此時我注意到電腦桌上擺了什麼 像是一張報告書 市民 只有這邊寫日文 其他都是看不懂的 喔唷 這邊還是有一些漢字在 我不記得有把這個東西放在桌上 對上面的內容也沒有印象 咦 上面寫的內容是跟父親相關的事情 他去了哪 搭乘了什麼交通工具 連續幾天關於父親的目擊情報 都具細明義的記載在上面 日期是從父親失蹤前幾天開始 到失蹤當天為止 最後一項寫著日出港 並描述目擊到父親搭上名為 有寶丸的船出港了 這是我所不知的新事實 有寶丸 資料邊緣有手寫的筆記 有寶丸 海難救助船 船疾不明 其背後存在著某個組織 海難救助船 聽起來好像是個好傳 組織 那和父親的失蹤有關聯嗎 而第二張資料上寫了七個英文字母 MVMJSUN以及行星等文字 喔 就是手鐲還是鑰匙圈上面的文字嗎 我完全搞不懂其中含義 那上面的筆記總覺得似曾相似 那字實在是有夠不好看的喔 這份報告書為什麼會不會擺在這裡呢 我實在是坐立不安 於是打開書桌抽屜 取出父親的鑰匙後便走出家門 目的地是日出港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入第四關 米航 這看起來是一間廁所耶 該不會又被打暈了吧 好痛 痛死我了 後腦勺的劇痛使得我猛然起身 怎麼回事 為什麼頭會這麼痛 話書回來這裡是哪裡啊 這個主角真是狂被敲暈 他後腦勺大概跟毛利小五郎的脖子後面一樣 哈哈 已經瘀青了 這裡好髒喔 是在廁所裡嗎 門好像打不開 啊 我被抓了嗎 這裡一定是郵寶灣船內 我被關在這裡啦 我努力回想到目前為止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我想起來了 我發現郵寶灣停靠在日出港 好不容易成功潛入船內後 原本打算先來調查有多少人在這艘船上呢 在你悄悄的準備展開行動時 忽然被人從背後用力毆打 就算我是可疑人事不由分說的 將人打暈監禁也太超過了吧 難道這艘船上果真有什麼不得了的秘密呢 可以聽見引擎聲 看來這艘船早已離港了 既然特意將我關在這裡 就表示事情不會這麼簡單就結束吧 我得想辦法逃出這裡 好喔 被關廁所 這馬桶看起來好像有點不祥 是被什麼堵住了嗎 馬桶裡有積水 櫃子 先來看一下 隨處可見的置物櫃 呃 被上鎖了 沒有任何東西 這邊有玻璃碎片 喔 鏡子中看不到自己 鏡子太髒了 不能反射清楚 哈哈哈哈 居然怪鏡子髒 都可以看到小便斗了 看不到自己啊 沒有積任何東西 可以開水 再來看一下 洗手台下面呢 沒有任何東西 這個可以幹嘛 旋轉控制感 旋轉控制感 沒有任何東西 好燙 這很燙手耶 好喔 這邊有一顆方向劑 但要徒手拿方向劑實在是有點… 拿方向劑可以幹嘛 這邊有一卷衛生紙 耶 取得衛生紙 可以上廁所 調查一下 不然什麼事啊 衛生紙裡面竟然藏了這種東西 鑰匙 喔 置物櫃的鑰匙 這個呢 嗯 拔 捲筒上面寫了一個拔 鑰匙呢 鑰匙也有寫數字嗎 看起來很普通 沒有 好 我們先去開置物櫃好了 來 裝備一下鑰匙 鑰匙 鑰匙解開了 這是什麼 取得拖把 這怎樣 要掃廁所了是不是 這 通馬桶的工具 這置物櫃根本是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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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藏櫃啊 這是什麼啊 夾子 這顏色也太深了啦 這裡呢 這是刷子嗎 刷子不能拿 通馬桶是拿來通這個吧 欸 通馬桶不是通這個了 那是通的嗎 小便斗嗎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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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子用的嗎 有夾子就可以拿起剛剛的芳香劑了對吧 拿到芳香劑之後要幹嘛 是因為放太久嗎 味道不是很好聞 應該說有種噁心的味道 芳香劑 那拿到芳香劑幹嘛 這小便斗比較髒所以應該要把芳香劑用到這裡來嗎 裝備 丟到這裡 欸 不行 為什麼 所以這小便斗沒有用 還是 還是 方向器 要丟到馬桶裡 丟 沒有任何的東西 馬桶有積水 有積水我用這個你又不讓我 不讓我清 有有有有 欸 為什麼剛才不行現在可以 3 馬桶裡寫了一個3 把堵塞的東西拿掉水開始流動了 數字3 我們現在有一個3一個8 38 欸 方向器不是用在這裡嗎 方向器是用在哪裡啊 啊啊啊啊這裡這裡這裡 我們應該要把水給堵住對不對 然後再開水 發生什麼事了 SMASH 咦 怎麼回事 因為冒出來的蒸汽石的鏡子浮出什麼了 SMASH 揍它嗎 這是什麼意思呢 有什麼意思 就是把它打破啊 打破它 裝備這個可以打破吧 難道把鏡子SMASH的意思嗎 好 來試試 啊有什麼東西藏在這裡喔 沒想到鏡子後面藏了這個 這密碼啊 我們目前有拿到3跟8嘛 可是完全不知道另外一個線索在哪 而且主要是不知道3跟8的順序在哪邊 3在前面還是8在前面也不曉得 沒有聞臭味的特殊屁號 好像有些人有 雖然我也沒有 沒有任何東西 這個還有嗎 沒有任何線索 虧我還說你是寶藏 沒有任何東西 睡掉的鏡子呢 睡掉的鏡子可以調查嗎 到處都是碎片 太危險了 還是 我們就直接拆嘛 3 然後這邊 8 用拆的最簡單 不行 那就換你3 8一樣在中間 不行 換這邊3 這邊8 然後哪邊是3啊 這邊是3 有了有了 海水灌進來了 不是吧 這樣船不是應該要沈下去了嗎 好危險喔 糟了 海水灌進來了 可以從這個洞逃出去嗎 動作快點快要無法呼吸了 唉唷 你剛才嫌那些鏡子很危險 又現在就敢鑽了 你把一個船難救助船 讓它發生船難了 因為疲憊和寒暖我逐漸失去了意識 好 今天很快速的 過完了第三關消失跟第四關的密航 下一次我會再跟魔王城的會員們 一起來從第五關記憶 再繼續玩下去 這個解謎遊戲真的是 很燒腦啊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來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